大部分都解决问题回去了 但是有一个是 可能暂时没法解决了 对 是车 那个高高兴兴开车来海南 当初好不容易登上岛的新能源车 回不去了 是真的回不去了 这个是从何说起的 先从车上买船票说起吧 这个很警惧 但是普通车有个盼头 但是车里面的新能源车 可能连盼头都没有了 温馨提示一下 穷州海峡汽车轮渡规定 每艘船只有很小比例的新能源指标 也就是一个船就能上很少数量的新能源车 让大量在岛内积压出岛的新能源车 根本买不到出岛票 前几天有人在网上出主意 那个小汽车可以拖运出岛 新能源车别指望了 这个路堵死了 新能源车不让拖运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真着急 救人先离岛 等过了这个高峰 再回来把车开走 这个是新能源车着急离岛的唯一办法 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除非你是劳斯莱斯走空运 空运是否对新能源电池也有限制要求 咱说呢 要相信政策 为什么每艘船限制新能源汽车数量 因为电池车出过自然事故 把船和别的车都烧了 所以电车上船有特定消防位置指标 就那几个位置 油车没有限制 不要质疑消防规定 这都是血淋淋的教训总结出来的 那怪谁呢 只能怪自己没做好功课了 很多已经把车停在这 人走了 但是也有很多自驾 那是一大家子满满灯灯的东西 没法车留人走 只能这么尴尬的等了 按现在这个出岛数量看 估计要等到三月初 新能源才能踏上出岛归途 明年的春节 新能源车主要记小本本了 还敢开新能源进岛吗 还敢开那就踏实完 别着急出岛了 祝愉快 拜拜